是你大慈大悲心 孤独众生 接下来请收看 海涛法师红法讲座 众生无边是远途 烦恼无尽是远短 法门无量是远选 佛道无上是远逞 愿消散张住烦恼 无缘的智慧真明了 不愿醉张喜消除 世事长心菩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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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词 李宗盛 读一下阿提侠尊者的教化 因为24 第几页 148页 李敬诸婆称赞如来光修 供养忏悔业障 随喜功德 更重要的是 勤转法轮 那各位要有一个习惯 叫思维佛法 这是我最好的习惯 一句话我可以思维一天 然后今天都一直在推这个 一直在让自己融入于这个 然后哪怕一天一句话 那一年就有365个法 慈悲在你身上 那十年就有3000多法 那还得了 那所以各位要 真的要养成这个习惯 让自己 时时刻刻都在这种状态之下 哪里会记 148页 148页 一心齐情 阿底辖尊者 慈悲加持 我来念就好 那一直关掉 有弟子问尊者 在一切道法中 什么是最殊胜的法 最殊胜的法 听到这个就赶快要抓住了 最殊胜的法 尊者的道 那我想各位要把这个法 入你的心 变成你的生命 就是这样 就像树 如果没有吸到水 树就会枯萎掉 那我们随时都要把法水融入 但是法水 为什么没办法融入 我们自己人 因为我们有一个固执的观念 我慢的观念 一种认为这个最好 那个不好 那你就得不到一个进步 所以我们现在现场 假设有三四百个人 就有三四百个法 可以去学 也可以去慈悲 那你这个人才会多元化 多元化 因为作为一个菩萨 最最最最重要是 你要有人缘 有法缘 有众生缘 你要有广结善缘 如果别人对你 没有一个善缘 一个清静 那你就 你再好的法都没有用 所以诸佛菩萨各个 向好庄严柔软 让我们百看不厌 百看不厌的脸 百看不厌的心 百看不厌的眼神 好像没有哪一个地方不好 所以各位 你要回去照照镜子 到你哪里有问题 你要从这里面去忏悔 去修 所以所有的业 最好是可以改变 可以修 但是你不要 也不要 所谓什么叫傲慢 就是说 虽然我长得矮 但是我很有钱 所以 那这个也是 就是用一个优点 想要来覆盖它的缺点 那我想这不是修行 修行的是 我能够 那边窗户那个 把它灌起来 才不会一眼跑进来 窗户灌起来 你看我都随时在注意的 我的习惯 这样 然后耳朵也在注意 这样 然后我心里在注意 你在想什么 我都有点知道 但我会练习 当然我等我知道以后 我也会去 想要去改变 就是希望融入一个正确的改变 一个刚刚讲的一种心态 心态的融入 那这个融入一定都是一个正面的 正面的 让不圆满的变圆满 所以 这个就是养生这个习惯 所以第一个最重要是什么呢 各位你要等会 这是你的戒律 我一定要达到这个 我要经常达到这个 证悟无我之义的人 即是最殊胜的智者 佛教义 其他宗教就是这个智慧 最圆满的智慧 无上正觉 那无上正觉就是达到这个 无我这个正物这两个字呢 是完全的 完全的跟空性合为一体 就完全达到 那无我是什么状态 他不会生气啊 他没有贪爱啊 他看到山他变山 他看到水变水啊 因为他认为 念一下万法平等 没有固定的形式啊 诸法无我啊 合为一体 所以没有排斥 所以不生不灭 所以每天我们来念 不生不灭 不过不经 不争不解 不依不易 所以那这个就是正物 无我 如果我们有一个高兴 跟一个痛苦 那你就要开始来 这个里面有分别咯 无我 要无我像 我也不是 没有我 无人像 我也不是人或不人的分别 所以我们要融入这个法界体性 好 合为一体 那为了这个就是修行 为什么要排在底 这个是修行的重点 一个人有了一个 我喜欢 我讨厌 我高 我低 我对 我错 我爱 我慢 我吃 等等 那他就是 所有痛苦的根源 就是这个 我值 各位你必须从事项里面 去体悟悟我 去体悟悟我 所以我有一次跟一个老人聊天 老就怕病 要吃净熊 我欢喜就好了 这个就无我 那都要脸个被细化 脸不怕病 他不能接受 不能接受就是 他不能接受他的变化 因为他顺其自然 我们叫顺其自然 对不对 这个生老病是变化 快乐跟痛苦 我们有夜暴 那我们都接受 并不是说 一个智慧的人 没有一言果报 佛陀都有应用果报了 那是佛陀 他可以接受 不但接受 他还可以显现慈悲 而且他把他这个痛苦 变成一种教化 影响别人 所以 那各位当然 这个无我 你要有两个方面 一个是跟万法合为一体 一个是看到虚幻的存在 你虚幻的存在 众生也是 一切都是虚幻的存在 但虚幻的存在 又不离开合为一体 天空等于海 海等于土地 因为彼此依靠 谁也不能离开谁 所以没有太阳 没有水 我们都不能存在 那为了这个事情 各位可能要花一点时间 去禅修 然后禅修以后 当你眼睛打开 在开车子的时候 你要跟他合为一体 所有车子都是我的车子 所有开车的人 都是我的家人 所有的路都是 康庄大道 称佛之道 所以生老病死是平等的 要达到永生 那就叫超越生死 所以不能有一个成功 因为凡事都只是一个过程 不是一个成功 所以无我之 你可以接受无常 从有到没有 从多到少 从生到死 那这些你要一直去思维 而且把这个思维 变成自己的生命 今天我海盗法师就要死了 最后我在这边 跟大家见见面 所以我很喜欢讲 我俩没有明天 我都交代完了 但是生命死 就是另外一个生 因为你保持一个正念 它是可以改变的 你现在得癌症 你也会很高兴 因为癌症 消完业障 我死了 我就有一个新的生命 因为我是念阿弥陀佛的 我可以到光明净土 但是你存这个心的时候 你好像就可以活的 当你跟牌子 跟你的病在抵抗的时候 有一个 我不要你 然后 那你就 你就痛苦了 所以讲的句话是 跟他合在一起 无我就是一合像 金刚进的 一合像 合在一起 完全合在一起 你就是我 我就是你 你那一边就是我那一边 我想各位 闲举过了 哪一边赢 都是大家赢 没有哪一边 因为哪一边都是自己 所以修行最高的 原来你就是我自己 因为没有你 没有我的存在 所以有时候 我很喜欢 就可能他谈说 他是你妈妈 他谁 因为哪有一个 你这辈子 能够跟他见面 讲话的 都跟他有很深的缘 不然你讲 不没办法跟他讲 所以每次做同桌 每次到国外 他们就要做同桌 我永远讲那句话 一千世修的同桌做 五百世修的同船度 所以借这个姻缘 我不是攀缘 就是说 我们有这个亲切 所以我要表达 对你的关怀 但是这个同桌做 下回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然后他们就 师父留微信 啊 进下拜 对不对 拒绝也不对 不拒绝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像我过年就一直搜 搜两个钟头 都是红包 不搜得罪人 搜了以后要回答 哪有时间回答呢 然后呢就知道 不过我觉得 我们中国大陆的 这些同胞们 还真热心啊 还真热心 这一点是国家强盛的理由吧 我们台湾人比较淡淡淡淡的 无得好 気持就好了 没有什么行为表达 不敢爱也不敢恨 恨也要说爱你 然后再来恨你 不能敢 还有这个问题 对不对 那我在大陆我发现 如果大陆人学佛啊 这个佛教会 会宣扬的很广大 会宣扬的很广大 因为这个动力是我们 这个非常非常敬佩的那一份 赶快盖寺庙 赶快推动佛法 所以现在他们 讲过说 海涛法师 你现在是摇钱树 下面一说 所有卖捷音品的 都要说你卖的 什么烟共粉啊 特别最出名的 打谁 所有座牌啊 连卖个衣服 也要往我相片 这样 因为我不是老和尚啊 再过几年就不行了 对不对 然后就有一点 但是我认为 也好啊 反正这是 这是结缘嘛 结缘 希望所有贴我相片的呢 都可以得到我的功德啊 我要努力一点 所以 至少他们愿意买 还好嘞 台湾人你要买 不要啊 结缘我才要 所以 这也不一定了 只是说 个人的想法 但是无论如何 那各位要 要开始 无我就是融入 完全地融入于对方 完全替对方想 那是吧 凡是你替自己想 你会很痛苦 爱对方 只是对方的对跟错 如何去帮助他 可以 所以希望对方更好 各位要 我今天找到一个强烈处 你的意识可以创造一切 一切唯心 我们大家都没有看过极乐世界 但是你的心意是相信极乐世界 请问极乐世界存不存在 而且你就可以到那个世界 各位记住 你的儿子很喜欢打电动玩具 你一直骂他没有用 你开始创造你的意识 儿子乖 现在不太喜欢打电动玩具 很喜欢看看书 你要一直用这个思想 你要用这个思想 你会发觉 他会改变 就像我常讲的 你观想他穿蓝色 一直观想他 他过几天就穿蓝色来了 这个在心理学本来就有这个 然后再加上你又懂了佛法 那么波及巴迪比萨斯 你用蓝色的光加持他 一直加持他 所以佛菩萨用光加持我们 佛菩萨事实上是一道光 他不是一个形象 但是为了配合我们就显现形象 事实上佛菩萨是光 蓝色龙光蓝光明 黄色黄光光明 从光中里面显出一个虚幻的形象 因为这样引起我们的信心 但是因为正的绝对空性的人 他是一道光 而不是一个像 但是这个光 就像现在这些科技的投射光 它可以显现各种形象 但是它的本体只是一个光 也因为它本体是虚幻的 然后所以它可以显现各种形象 所以